隨時都預備要抗爭的 當你被捕 面對警務人員 你就已經要抗爭了 當然你的抗爭 我不是叫你去打他打他 因為我們才敢打他 不對 他跟你說什麼 你都說我沒話說 那你說 啊 只是這句我沒話說就是抗爭 是啊 我們這些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他跟你怎麼說話 就算他跟你扮朋友也好 又或者他扮惡恐嚇你也好 你都是平心正氣地 我沒話說 是啊 令他不能夠得逞 這個也是抗爭 去到法庭 我是不會認罪的 我是一定要抗爭的 這個也是怎樣 加重你法庭的壓力 每一宗案件 每一個人去到法院 你都要怎樣 你的法庭都要排期去給他 喂 就算我現在這個法庭 這個沙泉這宗小小的 他都要換我兩天 是啊 所以 香港人 預預了抗爭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所以 拿口罩也是一個抗爭來的 你不拿民建聯的 不拿這個 林鄭賊婆送給你的口罩 專門來拿我們的五大訴求決一不可口罩 那麽大家可以過去 拿他的 在他的手上拿一瓶 單瓶和一包口罩 那我們的單瓶呢 就是抗疫三點來的 抗疫小資訊 那 單瓶背面呢 還有的呢 就是快篇 快篇呢 由麗芝博寄出來的 香港人是第一封的訊件來的 那是訊件的內容 那大家呢 就是可以呢 抗疫兩張口罩 那拿我們的八張 那另外呢 還有呢 我們有兩張桌子呢 是給各位呢 香港人 那掛著快篇的呢 就是可以呢 寫信給快篇 那如果你說 不行啊 我不空啊 我趕時間啊 我剛剛路過這裏 但是他又想寫信給快篇 那你可以拿我們的單瓶 因為我們的單瓶呢 除了正面有這個 該代表的Patreon 你可以這個 加入去支持他之外呢 背部那裏呢 底下這裏呢 黑色的一個位呢 就是有我們人民力量的會寺的地址 那你寫了信之後呢 寫些快篇的信之後呢 就可以去我們的會寺 那我們收集了之後呢 就會呢 就一次過呢 就一次過呢 機會去呢 就是 給大家快篇 那 至於說快篇的最新消息 那你想知道他的消息呢 其實呢 可以呢 加入快萬篇的Patreon 或者YouTube Facebook 那都會呢 看到快篇 那萬篇呢 每晚呢 都會 那再一次多謝大埔的解放 要多謝呢 我們人民力量的義工 那些呢 他們呢 是來自各區的 無論我們在九龍公開 健康講座 還是上個禮拜去到銅鑼灣 還是今天進來大埔呢 他們都出來支持 多謝所有義工 那今天的主角呢 仍然都是快必 譚德士 他真的很想呢 能夠親自來到大埔呢 是跟大家開街站 做健康講座 派口罩 但很可惜 他仍然是在荔枝角收押所 未能夠重獲自由 所以 我們仍然呢 是每一個星期呢 都會出來社區那裏 去繼續他的志願 繼續呢 搞我們的健康講座 今天來大埔呢 其實都有原因的 因為呢 快必都有一 有幾條罪呢 是在大埔被抓的 就是 在大埔的海濱公園那裏呢 出席一個中學生的集會 說他呢 呼籲人家去參加中環 一個非法集結 和遊行呢 所以被抓 就是因為呢 有罪在大埔發生呢 才被律政司呢 哇 千載難逢機會 將他逼去粉嶺裁判法院 因為粉嶺裁判法院 那個裁判法官 蘇文龍呢 信德國 是鄭耀華信德國 不是我們信德國 所以 偷他星期二有案在粉嶺呢 就星期日 記不記得9月6號 本來是投票日 那天沒有投票日 就抓了他 扣押了他48個小時 直接帶上粉嶺裁判法院 因為粉嶺呢 本身他已經有案在那裏審的了 那就是要把那些 一平呢 在粉嶺處理 其實呢 他有一些案在香港島發生的 香港島發生呢 就應該去 東區裁判法院 就是西灣河那裏 東區裁判法院那個官呢 就好些 給法嶺裁判法院 但是呢 因為粉嶺裁判法院的官呢 就不給法嶺裁判法院 所以呢 仍然呢 他是要在荔枝國收藥所 所以呢 我們是試過去高院呢 是幫法嶺申請高院保釋 但是高院的法官呢 大家都要記住這個名字 叫潘 敏奇 是啊 那又是呢 拒絕了法嶺的保釋 但是我們呢 未來很快呢 我想呢 過幾星期呢 我們就會再次 是幫法嶺去申請保釋 那有些人說 高院保釋不是申請一次 就不可以申請的了嗎 那條法例是這樣寫的 如果你沒有新理由 沒有新理據 沒有新的事實呢 就再申請都沒有意思的了 他是九成九呢 又踢你出門口 不批這樣 但是為什麼今次我們都有信心 有機會是再幫法嶺 去到高院那裏申請保釋呢 就是因為 我們要司法覆核 這一條 發表煽動言論罪 這條罪呢 我們去司法覆核它 就是要推翻它 說這條法例呢 是不適用於今時今日的香港 因為它違反人權法 它甚至是違反基本法 是我們的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 集會自由 結社自由 遊行自由 如果我們遊行准喊口號 喊到口號 喊到口號就煽動言論 那遲些林鄭下台啊 鄧炳強下台這些都變成煽動言論的了 煽動民事的了 是不是又要坐牢 又要運去黎智港幾個月 審不給保釋呢 所以 司法覆核 發表煽動言論罪的意思 除了是幫發表之外 是幫每一個香港人 因為在這段日子 你 我 是參加 就算是和平的集會 遊行 或者一些街集 它都有機會呢 是說你發表煽動文字 就將你呢 是騷擾 現在呢 我說無法無天 就是警察無法無天 有得告就是斷告 任告 有沒有想過和理午餐啊 和理午餐都可以告暴動呢 這個是瘋的 和理午餐是那些人上班 下午下去吃午餐 吃午餐的時候 喊一下口號 下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做下手勢 這樣都暴動 那我們一百萬人二百萬人 帶遊行力全部拉上去暴動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如果有些暴力的行為 或者說影響公眾電腦的行為 就全部和理午餐都告暴動 有28個人 雖然是這樣 我相信那些人都不會認罪 而且都不是很容易呢 是能夠入到一個人暴動罪的 就是我們這樣站著拿著咪咪說話 怎麼可能是暴動罪啊 非法集結你都入不到我 我覺得 所以和理午餐 雖然現在呢 雖然確實在是同學仔 又都少了出來 走拖手 人鏈都不敢搞 是不是學校呢 現在它是要打壓 所有的反對力了 我最反感就是它打壓醫護界 現在 不是秋後算帳啊 現在未打完帳啊 第三波未完 第四波又說會來 你很有空嗎 你的醫管局 你的范紅寧 你的高陌生 說要抓那些罷工 罷工要求封關的醫護 是要去解釋 為什麼不上班 是如果解釋不了的 你要承擔法律責任 最多你就解僱了它 但是現在不是很多人呢 現在你的醫管局 不是很多醫生 很多護士 人手過剩呢 打緊仗 疫情前景未明 你說過 你們政府說 現在選舉又不行 什麼都行 不過選舉不行 你來打擊醫護 你來秋後算帳 你是不是想醫護罷工啊 各位朋友 如果有一天醫護 因為被人解僱 一呼百應罷工 我們都要撐的 是不是 雖然可能會影響我們體症 影響我們手術那些 那些排期啊那些速度 但是這些是逼出來的 逼到呢 當日為什麼那些醫護 要罷工 就是要逼你封關嘛 你不封關 你不封關 最多的經濟的影響 因為你的食肆 有一天 但是下午都不給食 接著晚上三六點 三八點 三十點 但是現在說十二點 很多戲院啊 做健身啊 很多都是沒得開的 現在這三點零的補償是非常之少 補就業就不是補就業的 是補企業的 死亡的老闆 補你老闆大啊 補炒人啊 但是最後那些錢都不是落到那些伙計的袋子 你就看到這個特區政府 所謂的抗疫防疫 其實就是政治鬥爭 是不是 一邊就是向中共拆鞋 感謝黨啊 黨呢 整火眼實驗室 令到我們幾百萬的香港人可以做免費的核酸測試 對不起啊 很多香港人都沒有去做 你有沒有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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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萬不要去 他說五百萬人 最後兩百萬都不夠 我真是難聽到他很多藍絲都沒有去做啊 對不對 如果不然怎麼會只有那百幾萬人去做啊 好了 現在說買疫苗了 我星期五問他買疫苗 你可不可以握個很卑微的要求 不要幫大陸買可以嗎 最少幫兩個國家買啊 你知道他怎麼回答嗎 他說不是分兩個國家的喔 我們是兩種技術 那就是說呢 可能你最後全部都是幫大陸買 買疫苗 然後就說我們沒黑大陸 喂 現在這個信任 你信不信俄羅斯疫苗啊 你的官員打俄羅斯疫苗好嗎 台灣都不要啊 台灣都不要大陸疫苗啦當然 我是叫你買兩樣 你藍絲打大陸疫苗 我打歐洲疫苗 是不是啊 還好吧 你這樣愛國就是你打大陸疫苗 我不會阻礙你的 是不是啊 那你最少都被人選擇嘛 但是現在呢 拿幾十億去買疫苗呢 最後他又不會 沒有招標的啦 這些啊 因為到時搶貨 但是搶貨你都要 分散投資啊 是不是啊 你兩款疫苗都買上大陸疫苗 這樣我們真的不敢去打啊 那些人 我不是半黑你行不行 我是鼓勵你那些男子去打的 是不是啊 最好打兩支 打三支啊 你喜歡 其實整個抗疫防疫 我說是政治鬥爭 一邊就是拆閒 在我們香港歷史上面 2020年呢 國家大發慈悲啦 火眼實驗生 出錢出力 下來香港幫我們香港人驗啊 哇 廁所都沒得去啊 要鴨尿片啊 是不是很偉大啊 我們國家的醫護 我和林鄭廣衛 不是 你說驗到五百萬的 李陳少子說五百萬 不是目標啊 是檢測能力啊 為什麼現在二百萬都未夠 我們個個內地的專家檢測 沒有一口好吃啊 教育又沒得睡啊 廁所沒得去啊 如果真的五百萬 你們未戰死沙場 棄著新郎驗到 是不是 你明顯就是假大空 誇張啦 你說可以做到五百萬的檢測 第一 香港人是沒有五百萬個人 給你驗 現在那一百七十八萬呢 是人次來的而已 人次就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一個人可以驗兩次 三次咯 是不是 有很多水分的 抗疫防疫 現在 那些 有些人是馬虎老鼠 我現在知道香港人很慘 那些馬逢國說 原來演藝界又慘 體育界又慘 文化界又慘 我們今天知道 你支持那個抗疫防疫基金的時候 最好就是繼續全民直接回水 不要說哪個大聲些 哪個功能組別更厲害 你就給他多些錢 但是現在呢 就全部都是沒有 很多城市 他第三方的時候 虧了的租金啊 虧了的燈油火腩啊 就是我覺得做生意呢 是很多倒閉的 但是現在呢 政府就說 那都幫不了那麼多了 還說要派人去打擊那些 放鬆之後打擊那些 吃完飯還沒戴回口罩啊 你是不是與民為敵呢 這個特區政府 為什麼我們在抗疫防疫 派錢啊 當仁啊 為什麼都左頭左勢啊 是最好啊 最好把錢給你 利益輸送給這些財團 那些阿婆口罩又不消標 啊 今天呢 有幾多個人戴著林鄭的口罩 你現在一次過給我看 我們再唱 你有沒有人戴林鄭的口罩 我真的一百個找不到一個 現在還戴著的 他現在說派第二轉啊 都不知花了我們多少錢啊 利益輸送他的相熟的 的建制力量啊 保衡力量啊 所以我們要繼續開健康講座 除了派口罩之外 也都要告訴香港人知道 在這個抗疫防疫的過程裡面 我們是要保持醒覺 不是說政府做一點點東西 就要感恩大德 多謝他派口罩啊 多謝他免費檢疫啊 又多謝他之後有疫苗啊 其實很多都是香港人錢 你以為大陸請你 那些東西不用還了 歷史上面就寫了 國家在這個2020年啊 來香港啊 免費幫我們檢疫啊 最後是擊退了這個疫情啊 功勞就在他那裏啊 是吧 其實香港人 香港人今時今的疫情 控制得多好 是什麼原因呢 就是我們不信政府嘛 是那些全民自救嘛 自保嘛 我們自己買些口罩回來 是給大家 是鼓勵大家 戴口罩他們 不要信那些阿婆口罩啊 這樣 這個是我們全民自救 但是這段日子 你以為疫情很嚴重 政府應該是集中精力去抗疫啦 又不是啊 那些警察也好 律政司也好 仍然是打擊正敵 黃之鋒又抓啦 過兩天抓到來我們都不定的了 十一之前又要拉一陣啦 快必當然是一個最大的打擊目標 在未來這段日子 短時間內 他還要在荔枝國收拾所裏面 提室去自由 但我們承諾 我們會盡一切的努力 希望呢早日呢 是還快必的自由 起碼不要未審先坐牢 單案審一整年的 審完才算 審完啊 就算定了一頓我都可以上訴啊 上訴都有機會保釋啊 現在是未審 未定罪 他連答一句話 都沒有機會 就已經收押了在荔枝國收拾所 已經是三個 三個禮拜的事啦 我們會盡快做司法覆核 挑戰 這條發表煽動文字罪 如果法庭是接納了我們的司法覆核呢 我們是會以此作為理由呢 去到高院呢再申請 是保釋 因為一進入了司法覆核呢 來吧 拍張照過來 來吧 如果司法覆核呢 是法庭接納呢 他就應該停止發表單案的審訊 等司法覆核完成了 才再繼續翻譯案情的審訊 既然是停止的審訊呢 就應該被發表快樂旗線 等他招 這條罪 就算贏了還是輸了 才下一步 所以我很希望呢 快便在 一兩個禮拜之內呢 可以出來 再親身和大家開這個健康講座解釋好不好 好 今天多謝大家 多謝網上的朋友 我們每個都會更新發表的最新情況 還有每個星期呢 都有健康講座 有口罩拍給大家 如果今天 未寫到順便發表的 可以拿單張 單張 旁邊呢 有我們的地址 是的 有個地址 可以寄去人民力量給我們 我們會呢 盡快轉記到 麗子國收下所給發表的 再一次 多謝所有義工 多謝所有大部隊的朋友 多謝 要我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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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壞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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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燈啊 8點鐘啊 在慈人心出發 記錄 上路山就有熱餅 的啦 我們 我們是無望十二,我們是無望十一,共相約,我們一起講下去,撐發別!撐發別!撐發別! 要我收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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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一個慶祝中秋節,但是我們不是慶祝,我們口號叫無望十一,十二個小朋友被人綁架在共產黨的地方,無望十一,亦都無望十一!